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家庭投资 大认数今天下跌116点 它当然还是一个整理盘 整理盘怎么操作 昨天已经告诉你一切了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第一阶 在大选之后 准备迎接第四季的大作战行情 最近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下礼拜美国总统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的旋起 到底对股市影响 是好还是坏而已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确定的因素 一旦摒除掉以后 盘自然就是往上走高 这是每次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四年之前 很多人也是担心川普当选 股市会崩盘 四年前你没有这样想 很多人当时都这样想 结果呢 是不是反市场 道琼从一万八 涨到现在两万八 涨幅超过一万点 美国的科技股呢 从五千亿涨到一万一 涨幅超过一倍啊 所以呢 该来行情 它总是会来 下礼拜 这个总统大选的不确定因素 没有了 自然就往上走高啊 股市最怕不安定的 不确定因素啊 只要这个因素 秉足掉了 它自然就是往上走高啊 这是我的看法跟策略啊 所以最近国际股市稍微动荡一下 你所看到的 几乎每一个消息片都告诉你 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啊 让呢 最近的股市稍微跌重一点点 真的是这样子吗 武汉疫情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从今年度年初到现在为止 欧美的疫情一直没有荡下来吗 那所以呢 这时候再来跟你说 因为武汉的疫情 对股市会产生负面的冲击 那真的是这样 重点是 疫情对全球的经济 有没有造成严重衰退的现象啊 你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则消息面 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创下率新高 这个消息面 跟经济议题 跟股市有关系的 你觉得重不重要 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竟然可以飙上率新高 所以武汉疫情的影响 对美国经济产业的一个结构 有负面吗 没有啊 川普政府 他领导的一个政府官员 他实施了很多项的一个措施 那美国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是往上创下率新高的 所以你认为 行情会很烂吗 第一次季没有作战行情吗 绝对有啊 台湾也不弱啊 景济对称的熏绕灯 目前是黄绿灯耶 黄绿灯代表景济是一个成长的架构嘛 所以下礼拜 下礼拜 这磐式的架构 一定比这两天要精彩很多的 你现在看绝对是很烂的 因为指数在跌嘛 指数在整理嘛 不好嘛 回过头看一下这两个点 1214 1219 我会不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超额利润买点 还记得吧 当下你会认同吗 这两个 类似第一只脚第二脚 当下 秦老师告诉你 要大胆逢低沉接 你认同吗 你会认同的同时是 当它涨上去了 你真的发现 这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这边12149也是一样 当下你不会知道 你也不认同 等到它涨上去了 终于对了 终于对了 你落后了 我大概两三成的空间 所以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你现在看不好嘛 因为大部分数 整理啊 往下修正啊 所以你看不好嘛 如果人云 育云的一个架构 可以帮你创造财富 所有投顾分析师的节目 你都不用看 什么是 跟你预告未来 什么是 帮你看进未来 当这礼拜回档修正 你不不许 下礼拜你要用追的 华星科昨天涨了一点 被动元件的华星科 我说之前平台 这边要买 冲上去之后 昨天回档 来到平台 是不是支撑性的买点 多头行请 回档看支撑啊 昨天华星科 支撑到了 当然要站在买方啊 昨天 华星科 161 这时间交易 昨天给你对过了 保证定成交 平盘以下 勇敢站在买方 收盘是162 虽然跌一块半 我们小赚 今天华星科呢 来到166 大盘跌116点 他强势上涨 昨天低档布局 这个策略 对还是错 嗯 对还是错 我已经讲过了 在整理盘的架构 有些股票 一定会领先 大盘止跌往上攻 其实华星科 之前就是其中一档啊 他领先大盘往上攻嘛 那昨天回撤 这是再度 让你上市的机会啊 就是那么简单 只说当下 你敢不敢做出 这样一个低阶的模式而已啊 齐心 之前928 低档区筹码很漂亮 实质止跌讯号 91.3买 涨了五天 叫转折 来到102要会卖 这样够不够清楚 低档买高档出 从头到尾 秉实已告 这就是庆老师的节目的风格 102告诉你要会卖 打下来来到所谓的98.1嘛 变低了嘛 股价变便宜了 我告诉你 实质转折 他还有高点 做接回的动作 从低档区98.1涨到108 我没有卖 我说接下来 他的回档不会太深 很清楚 没有模拟两可 是不是 我如果要呼嚷 全国的观众跟会员 我就告诉你 我108附近卖啊 我都说的就好了 我也有卖啊 卖完之后打下来 有架杂赶快做接回嘛 但是我不干这种事情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10月20号来到108没有卖 我说回档不会太深啊 所以他是不是很像整理 没有很深啊 到这礼拜二 跌到104.5啊 我说还是不卖 礼拜二的节目 你还记得我说 其力军我是看涨的 小迪啊 看涨嘛 对 我说我还是没有卖嘛 我说在回档过程 会把一档股票的未来后市 讲给你听的 那才是有实力的分析师 不是请上天花 起来的时候 每一位分析师 都说得嘴角传播嘛 落的时候呢 不见踪跡嘛 不然就躲起来 不敢上电视嘛 所以我们要给你的是 一针见血 临门一角的分析 礼拜二的期训新 没卖嘛 看涨嘛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行星 来到108.5 大涨 大满跌116点啊 我们家的股票 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从这个位置 98.1接回的 这边没有卖 今天来到波段新高 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 实事求是的一个分析 我怎么带会很操作 我店上就怎么讲 这就是我的一个风格啊 是不是 绝对不会投机取巧啊 所以今天秦新来到波段新高 每一位会员 是不是都赚钱 我看你 大环不好对不对 你觉得不好是因为你被指数这个概念 蒙蔽了嘛 你被川普总统大选 这个议题 不确定因素 影响你一个操作嘛 摩台子的结算 今天压低啊 尾盘灌压了二三十点啊 灌压之后 下礼拜一会不会直接弹升 礼拜一的早盘会不会直接开高盘 会还是不会 所以整个一个模式 秦老师所要带给你的动作是 一档股票低档出 低档进高档出嘛 低进高出 高出来呢 再低接嘛 今天来到波段新高啊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操盘节奏 这也是你在股票市场上 要成为赢家 一定要做出来一个姿态 不是抱上抱下 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一档股票啊 你低档去不敢买 然后上去 你要乱追 追高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常提醒你嘛 不要每次看完我的节目 隔天再去做动作 你买股票往我一天 卖股票又往我一天 一来一往差两天 你真的常常来 抓住招屁 我没在骗 盘中同步来动作 到底重不重要 你来试试看 你就知道 秦老师的实力 非同小可啊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模式 永远在别人不敢买位置 带你逢低迈 那永远呢 也在别人乱追高的同时 待会逢高把党全身而退 国具 今天啊 来到相对低档之称啊 350一样低接 9点47分 同手者新会员350附近买 47分股价硬下也在350 你去对对价 平板以下的350低接啊 平板以下啊 对 买完之后辣高耶 最高361耶 有没有现买现赚 大盘跌100多点吗 那为什么你今天跟我布局国具的 港宽是探级 你昨天或是今天跟我买华欣科的 港宽是探级 两天大盘都跌100多点啊 那你跟我买被动员线的 有钱吗 我问你啊 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嘛 蓝盘跌高手 我希望你跟着高手一起来动作 接下来第四季的大错障碍景 金老师不会亏待你 瓶盖骨的玉金光 10月22号 黑K被吃掉 转强迹象 做买进的动作 当天五四八 三天来到26号 六百卖 高低点52块钱嘛 六百来卖点 有没有跟你对价 精彩吧 精不精彩 很精彩啊 今天的玉金光剩几块钱 剩五六一 六百不卖了 今天五六一 十张差了39块钱 会不会卖股票是很重要 Nordomia就是不会卖股票 不管你自己操作 还是跟其他分析师 如果你不会停利跟停损的 对你的资产 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 六百的卖点 也没有公开让你知道 礼拜一啊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保证定成交 今天剩五六一 如果来到这边 你要买还是卖 这两个字很清楚 我规划的玉金光的买点 在这个位置 光耗你平啪 平盖股看好啊 为什么看好 十月十五号 iPhone 12在台湾 预购非常火热 台湾市场 非常的一个亮丽 十月二十号 你看到对岸大陆 iPhone 12中间喊战 卖到会当机 卖到网路会当机 而且iPhone 12的一个年成长率 预购量比iPhone 11 成长了31% 所以整个一个 平盖股的一个架构 在iPhone 12 热销的情况下 第一档 是找买点的 再看一遍 六百是我给你卖点 规划的买点 就是在这 想跟的 自己把握一下 stand by 好不好 红杰科 5G功率放大器的 两趟的操作 102卖完之后 打下92低接 上去105的卖点 这都是我公开给你的 公开给你的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然后105再卖的一个动作 会员都可以跟我对时对加 哪一笔抠讯是造假的 下台预计攻 退出投股市场 105的卖点 卖完之后 继续还有冲高 冲高到110 近期横向整理 今天达到98.5 有没有卖对 我没有卖到最高 但相对高点停利之后 今天来到98.5 我规划了买点你家 记起来 来了就买 来了就买 不许有什么价位可以动作的 欢迎你跟上来 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发现它落底了 昨天它已经止跌了 这档股票今年前半年 转移去年前三季 ABC波的修正 ABC波的修正 已经结束了 落底的买点浮现的同时 我希望这一档 法轮圈会作账的标的 你低档赶快来布局 赶快挨卡位 是一样再回到请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零活攻守 盛名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盘势在一个整体架构 肋骨还是人动人掌 现在是有没有掌握 一档转完再换一档的操盘节奏 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上礼拜三 这一档新星 卖在87.4 创破断新高的这一天 这样21%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很精彩吧 卖在本破断的高点 不卖就没有高点让你卖了 是不是 你看看 10月21号上礼拜三 卖在87.4 昨天有利空吗 点听板吗 67.5吗 整个一个星星 跌升 当然会反弹 但是我不会去抢反弹 风险太高了 上礼拜三 我也卖出了 锦硕 卖在7.9 没有错吗 这个位置 卖完之后 它也是跌下来 是不是 那重点是 这两档股票 获利把档基金 我转哪一档 我转哪一档 锦硕 新星 资金呢 就全部转买4736的泰博 特别会能持股啊 我用特别会能的两档股票 去换一档泰博 你自己看一下 同一天 卖掉锦硕 卖掉新星 这两档股票 跌下来 转买泰博呢 是上去的 是上去的 这就是一换股的节奏 这应该怎么运用 卖掉的股票 它是跌下来的 转金的标的 它是上去的 有没有一档 转完再换一档 这绝对不是空口 说白话 全国的特别会 帮秦老师做见证 很精彩啊 所以呢 上礼拜三 锦硕新星卖掉之后 就买泰博啊 低档吧 它不是高档啊 高档300 我是不会推荐的 那低档 超了100多块钱的泰博 当然可以买啊 你看这种基本面 前半年就赚超过一个股本 靠血糖椅 靠耳闻腔 那现在呢 又多了这个 新冠病毒的快筛世纪嘛 疫情还没有降温啊 所以这个快筛世纪 目前已经得到 卫福部的一个制造许可嘛 接下来准备销售 当然销售大国外嘛 国外的需求比较大嘛 所以预估泰博 明延度 它的业绩会水涨船高 不是第四季 好不好 所以整个泰博目前在低档啊 我就在等这个时机啊 低档形态一突破 我买在两百一 两百一买完之后 两百三我减码一半嘛 为什么要减码一半 为什么赚了二十块钱 要减码一半 先落贷嘛 那减码一半是为了坐价差嘛 我上礼拜我的节目 我已经交代够清楚了 另外一半当然是爆波段 所以减码一半之后 股价回挡修正 礼拜两百二接回啊 对 把上礼拜两百三 减码的部位两百二接回啊 多做了一趟十块钱的价差 接回之后二二九 礼拜四二三七 今天台股大跌一百一十六点了 太不小跌而已啊 跌两块半而已啊 你有贪钱吗 你有贪钱吗 你那大本跌一百多点吗 你没有贪钱 是因为你对我买星星 你不能买啊 对 你们跟着后面买啊 你会不会卖嘛 ABF载版的啊 你会不会卖 你不会卖就套下来了啊 是不是 什么是领先资讯 什么是落后资讯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是不是 所以整个星星卖掉之后 下来转买太薄 漂亮 漂亮 我们掌握轮动轮涨一个架构 整理盘啊 整理盘大概有三分之的股票 是不动或是下跌的 有三分之一的股票 它是会往上的 三分之一够多了啊 目前台股大两千档啊 三分之一 五百多档耶 五百多档可以选耶 当然不是每一档 都是基本面很漂亮的 我们要给你的是 一档股票的价值 在它的基本面 还没有爆发以前 先带你买 泰博 明年度的快篩设计 会在业绩呈现出来 所以在低档区 我当然可以买啊 那现在有没有上 现在有没有上 清不清楚 所以千老师 不仅会带会买股票 当然啦 更会带会卖股票啊 你从这一档新兴 你已经看出一切了 当天公开给你卖点哦 千老师绝对不是事后放到 你放心好了 敢做敢当 当天告诉你 八七点是要卖 隔天 有没有八七点是啊 多了两天 停在这边让你卖 如果你一直不卖 那我真的爱莫能处的 能讲给你听的 四千讲给你听啊 不是这样子吗 这档家帮 10月15号 天亮供给形态突破了 涨停打开 市价买在11.25 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没有做吧 买完之后没有亮灯 亮灯完之后大涨8.5% 又涨了6.6% 又涨了7.1% 21号上礼拜三创新高 重点是礼拜四他回档 跌了5%多啊 不急着卖是我当天的一个建议啊 我既然店上跟你讲 我当然是告诉会员 当天不用急着卖嘛 没有错吧 他在路呢 他不是在去呢 他跌啊 就像昨天盘是在跌 我告诉你买华欣哥对还是错 就像今天盘是在跌 我告诉你可以买国具对还是错 对被动原件当然有机会啊 不然今天七一新怎么会领先大盘再创新高 盘是一直在整理嘛 都还没过高 被动原件的七一新 早就领先大盘过前波高了 今天又再创高 你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抢抢棍 所以上礼拜三的加 上礼拜四的加帮 跌了5%多啊 不卖 隔天礼拜五 有没有大涨7.2% 有没有来到波段新高 这样子26% 当然比较可惜的 我是在礼拜三才卖加帮嘛 如果上礼拜五就卖 比较漂亮啦 咱们说实在 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嘛 这个十四求是的一个真实的分析 跟真实的操作嘛 所以我是 这礼拜三 47.4卖加帮 礼拜三跟你对价过了啊 没有错吧 保证定成交啊 卖完之后有没有滑下来 礼拜四昨天均就滑下来嘛 四五结尾啊 便宜2块多耶 昨天哪利用台股 跌100多点嘛 45以下接回加帮嘛 接回之后马上翻红啊 今天一个加帮 表现当然不理想啊 早盘就不太动 我本来预计他应该会挑战 上礼拜的高点 我昨天买进的看法是如此 今天呢 连我礼拜三卖的高点 都不想来挑战 所以呢 卖 9.23分的加帮 45.7卖 23分股价印下来45.8 你去对对价 45.7啊 大概在平盘 以下一点点啊 卖 我选择站在卖帮 卖完之后呢 股票 剩43.25 我又卖对了 我又卖对了 要会跟着 带你冯高八档的分析师 来操作 你才有办法 在每一趟的操作 都可以全身而退 立即 这张股票 昨天礼拜四 我说它基本面真的很漂亮 第三季的营收 历史新高 支撑有没有变高 昨天回档来到相对低档 站在买帮 不要把买点当卖点 今天立即呢 大门跌116点 它强势不跌 一档股票 在这两天回档的过程 它不跌 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是往上走高 这一档 今年前半年 转移去年 前三季的集合股 ABCPOL的修正 已经完成了 今天 明显的出现 落底的白点 建老师 再度的邀请你 跟我来布局这一档 法人即将大作战的标股 行情是有给准备好的人 下礼拜 当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不确定因素 秉除掉以后 盘 自然往上走高 我希望你跟上来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 对时对价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鲁股 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职 透析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较 灵活攻守 声明追求 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果顾扩大真才 即将培育分析师 为头顾注入心血 本公司为正牌经营头顾 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 让身为新人的你 有发光舞台 下一个股市名师